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超人嘱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用冰块清洁垃圾处理器 二用铝箔球磨亮银饰 三用牙膏让鞋子焕然一新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用冰块清洁垃圾处理器 好吧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看似平凡却又充满智慧的话题 用冰块清洁垃圾处理器 这个方法既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种艺术 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小趣事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 垃圾处理器 这个现代厨房的小精灵 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高速旋转的刀片 将食物残渣打碎 然后通过下水道排出 然而就像罗马帝国的衰落并非一日之寒 垃圾处理器的效能下降也是慢慢累积的结果 食物残渣 油脂和其他厨余会在刀片和内壁上积累 导致效率下降 甚至散发出不愉快的气味 这时 冰块就像是一位时光旅行者 带着清洁的使命穿梭而来 当你将冰块投入垃圾处理器中 开启开关 那些坚硬的冰块 在高速旋转的刀片下被打碎 它们就像是一群微型的清洁工 在内部摩擦 将那些积累的残渣打落 清洁刀片和内壁 而且 冰块在被打碎的过程中 会产生冷效应 有助于固化油脂 使其更容易被切割和清除 现在让我们加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冰块能够说话 它们或许会这样抱怨 我们是来度假的 结果却被卷入了一场清洁战争 或者 它们会自豪地说 我们可是冰界的精英 专门解决热带问题的 无论如何 这些勇敢的小冰块 在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后 化作水 从下水道中悠然离去 最后 这个方法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那就是娱乐性 想象一下 你站在厨房里 机器轰鸣 冰块碎裂 这简直就像是在进行一场 小型的特效电影拍摄 这不仅仅是清洁 这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所以 下次当你的垃圾处理器 需要一次大扫除时 不妨试试 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清洁法宝 冰块 它们不仅能够让你的垃圾处理器 恢复活力 还能为你的厨房生活 带来一点乐趣 记住 有时候 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藏在冰箱的冰格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用铝箔球磨亮银饰 啊 亲爱的学徒们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炼金术 用铝箔球磨亮银饰 这不仅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种对金属间微妙关系的颂歌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银饰的历史 银 这个 自古以来就与财富和捷径相关联的金属 它的光泽和柔韧性 使其成为制作饰品和器皿的理想材料 然而 银的一个小小缺点就是它会氧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 原本闪闪发光的银饰会变得暗淡无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银饰失去光泽 在这里 铝箔球就扮演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色 你看 铝箔不仅仅是包裹你的三明治的好帮手 他还是一位银饰的美容师 当你将银饰 铝箔 热水 以及一点点盐 或者小苏打混合在一起时 就会发生一场微妙的化学 反应 这场反应的主角是电化学 银的氧化物会被还原 而铝则自愿牺牲 接受了氧化的命运 这个过程就像是银饰的污垢 被铝箔球吸走 让银饰重现昔日的光彩 但是 这里有一个小秘密 铝箔球并不是直接磨亮银饰的 事实上 如果你用力搓揉 可能会刮伤你心爱的银切 这个过程更像是一场化学派对 银饰只需要 轻轻浸泡在这个派对的氛围中 就能恢复它的光泽 当然 这个方法对于那些有注金之细节 或者复杂纹理的银饰特别有用 因为传统的擦拭方法 很难清理到这些细微之处 这就像是给你的银饰做了一次spot 不仅效果惊人 而且过程简单又环保 所以 下次当你的银饰开始显得有些疲惫不堪时 不妨试试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炼金术 只需一点点铝箔 热水 盐或小苏打 你就能让你的银饰重现往日的辉煌 记住 这不仅是一次清洁 更是一次对金属间奇妙化学舞蹈的欣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等我们介绍一下 用牙膏亮鞋子焕然一新 各位亲爱的时尚爱好者 生活达人 以及偶尔不小心踩到泥泥的不幸者 今天我要来 跟大家分享一个古老又现代的清洁秘诀 用牙膏让你的鞋子重现光彩 首先 让我们来点历史背景 牙膏 这个大家每天至少两次亲密接触的物品 其实历史悠久 古埃及人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 就已经在使用一种类似牙膏的物质来清洁牙齿 当然 那时候的牙膏可能含有磨砂剂如碎石头和骨头粉 用来磨亮你的笑容 同时也可能磨掉一点牙幼稚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牙膏的清洁能力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所认可 现在 让我们跳回到21世纪 当你的爱鞋不小心遭遇了污渍的清洗 你可能会想到用专门的鞋子清洁剂 或者是直接送到洗鞋店 但是 当你手边没有这些专业工具 而你的鞋子又急需一次大变身时 牙膏就成了你的救星 牙膏中的磨砂剂 通常是用来去除牙齿上的污垢 但这些微小的颗粒 也同样是用于去除鞋面上的污渍 而且 许多牙膏还含有漂白成分 对于白色或浅色的鞋子来说 简直是天作之合 那么 如何开始这个让你的鞋子 焕然一新的过程呢 首先 找一只不再使用的牙刷 或者是任何一个小刷子 挤一点牙膏在鞋子的污渍处 然后用牙刷轻轻刷洗 记得要像对待你的牙齿一样温柔 毕竟鞋子也有感情 刷完后 用湿布擦拭干净 你会发现你的鞋子 就像经过时光机一样 回到了过去的容光时刻 当然 这个方法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鞋子 比如 丝绸或天鹅绒这种高贵的材质 它们需要更加细腻和专业的照顾 但对于运动鞋 翻不斜来说 牙膏简直是一个经济又实用的清洁方案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醒大家 虽然牙膏能让你的鞋子闪闪发光 但请不要忘记它的本质工作 保持你的牙齿健康 所以 在你为鞋子挑选牙膏时 别忘了也为自己的牙齿 选一只好牙膏 毕竟 一双亮丽的鞋子和一口洁白的牙齿才是完美的时尚组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三个古老而又现代的清洁小秘诀 用冰块 清洁垃圾处理器 用铝箔球磨亮银饰 和用牙膏 让鞋子焕然一新 这些方法不仅简单易行 而且还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和幽默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方法都是建立在对材料和化学反应的理解上的 冰块的旋转清洁垃圾处理器 铝箔球的化学派对磨亮银饰 以及牙膏中的磨砂剂清洁鞋子 这些方法都是利用了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和有趣 这些方法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案 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里 一块冰块 一个铝箔球 一只牙膏 它们都有着意想不到的用途 只需要我们有一点创意和想象力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趣味和启发 现在轮到你们了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清洁秘诀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和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清洁小秘诀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